哎呦我的臉真的好可怕喔 這個看人會密集恐懼症吧 這超噁心的耶 但你也不能擠它 這邊是不是看起來好像還是皮膚很好 嗯...九糟之神沒有作弄你 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現在看到我的臉是不是真的是覺得狀況很差呢 我呢要來給大家訴說一個悲慘的故事 怎麼說呢 就是我的皮膚大家也知道就是九糟敏感偏乾肌嘛 然後因為我一直就是自傲說 我的九糟現在已經比較穩定了 所以可以幫大家測試一些新的產品什麼的 但沒想到呢就是前幾天我就試了一個妝前霜 我就長了一些小秋枕 我也是不以為意想說過幾天就好了 然後呢好了之後 我就又在昨天很野小的 用了一款CC霜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九糟影片的話 就知道其實九糟機是不能用什麼 BBCCDDZ霜的 因為成分太複雜 會很容易導致你的九糟發作 但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就也用一點點 真的就是一點點 可能就這樣子的量 就也還好吧 呃沒想到 see what's happen 為了維護就是我跟廠商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不會告訴你們我用的是哪一排的CC霜 但是呢我現在就是要來做一個 2020版的九糟發作時的青薄底妝 因為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在很早很早很早期的時候做過一個 應該2017年左右的九糟底妝 那我今天就想要來示範一下 當你九糟發作的時候 該如何去上底妝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下去吧 first of all 我必須要告訴你們 如果你的臉一定像這樣子 就是很多東西在開party的話 我真的真的真的 其實是不建議你上妝的 真的不要 就真的不要拿你自己的臉來開玩笑 但是因為我今天要工作 就是你知道美妝Youtuber的一些辛酸血淚史 所以呢我還是必須要上妝 只是當我面臨到這樣的肌膚狀況的時候 我會怎麼去上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今天的這個底妝教學呢 會是把對肌膚的傷害降到最低 但是同時就可以遮蓋掉你那些小東西們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來清潔一下我們的臉 然後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其實保養品就會用得非常非常簡單 第一個少不了的當然是 然後芽樣神髓我們先來狂噴猛噴 然後因為我剛剛其實是有去外面買早餐的 所以會再噴一點在化妝棉上面 然後擦拭我的臉 就是可能還是有一些灰塵啊什麼的 先把它擦掉 哎唷我的臉真的好可怕喔 尤其是這裡你看 你看這裡 這個看人會密集恐懼症吧 這超噁心的耶 但你也不能擠它 然後這邊就是爛掉 額頭也爛掉 我可以很肯定是那個CC霜害的事 因為我平常就算就是九遭莫名其妙的發作 頂多也只有這兩側而已 不會真的到連額頭都有 下巴也有一點點 然後因為我昨天上的時候是有上到額頭的 所以我 I'm very sure 就是 是他的問題 接下來呢 我知道我真的推薦過很多 九遭用的包養品 但是我們現在真的是求一個穩 求穩 不求心求變 所以我們要拿出凡士林 凡士林是真的就是 嗯 皮膚科醫師推薦 然後有人說我每次擦保養品 看起來都很大理 有嗎 我覺得是因為我的臉就是如果碰到的話 它就會很容易泛紅 所以你會覺得我好像很拉扯我的臉部肌膚 但其實就是也還好 然後我先示範半臉給大家看 就是如果我把它弄完之後的差異在哪裡好了 那首先第一樣東西呢 我要用的是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Step 1 這個綠色勢底乳 為什麼要先用綠色勢底乳呢 原因是因為現在臉上其實泛紅的痕跡是明顯的 就是比之前一般膚況多很多的 因為你有發炎或是過敏的地方 就會紅紅的嘛 那為了要減少後續的底妝用量 所以就是必須先用這個 平衡掉那個紅色 然後我覺得Make Up For Ever 這個真的是很綠的勢底乳 一般人不需要用到這麼綠 然後你可以在你覺得比較綠的地方 就做一點加強 第一步完成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臉部的顏色是不是已經明顯 比這邊看起來正常許多了 就是這邊還是一個屬於很放紅 然後很發炎的狀態 但是這邊就是已經跟我原本 膚色的底差不多了 雖然就是還是有一些 什麼在上面 但是已經比剛剛好很多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來用遮瑕膏 去遮這些東西 我遮瑕膏的首選呢 是肌膚之藥 就是肌膚之藥的遮瑕膏 但是因為我工作室這邊 沒有肌膚之藥的遮瑕膏 我就只能用這個 ZA的遮瑕膏 因為聽說 聽說 全部都是聽說好不好 彭宇彥跟陳怡涵的那部電影 聽說ZA的成分跟肌膚之藥是一樣的 So fantastic 然後我用的確是也沒有 就是遇到什麼大問題 所以 因為現在那個秋枕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直接 塗抹上去 真的好可憐 這邊也是 然後這邊一些比較細碎的地方 你可以用刷子上 然後你用細碎的刷子 點完之後就會發現 你乾脆整點塗遮瑕膏好了 但是nonono 因為我們還是要 盡量減少我們彩妝的用量 然後你就可以用手指去把它拍開 或者是說你要用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刷子 然後去這樣子 嗯 推它的邊緣也是可以的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用手啦 因為手的那個溫度可以 跟肌膚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然後這時候你可能看到會有一些 比如說這邊邊界比較明顯 因為等一下會再上一層粉 所以它會在上的過程中就自然的被融入你的肌膚 那你光看現在上遮瑕膏的這一步呢 是不是又跟右邊提升了一個新的level 那如果你有想要遮黑眼春的話 建議你也是在這個步驟就先上 第三個步驟就是我們的粉狀產品了 為什麼我會強調粉狀產品 就是因為如果你現在是在酒糟發作的狀況 你千萬不要用液狀的底妝 就像我剛剛用遮瑕 我也是用遮瑕膏而不是遮瑕液 因為第一個是遮瑕液或者是粉底液 就是只要水狀的產品它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會為了要維持那個水性的狀態 會比粉狀跟膏狀的產品要來的更多一些化學成分 但是我的了解就到這邊 我沒有到非常深造 不然我就不在這裡了 但是可以確定就是它真的會對你的肌膚傷害比較大 千萬不要用液狀產品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化妝 不要化妝 不要化妝 那我今天示範的是這個 Everyday Minerals Base 這是Mineral還是Mineral? Mineral? Mineral? I don't know 那其實你不見得要跟我一樣就是用 礦物粉 其實用粉餅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之前推薦過的MUFE粉餅 或者是新肌的新妹粉餅 都OK 就是找到你自己適合的仿狀藏膀啊 用粉狀藏膀就好啊 然後呢你先用壓的 因為你剛剛這邊就是上了一些遮瑕嘛 然後再把它刷開 然後我會選這種比較鬆散的刷子 是因為它會比較有拋光感 就是你的臉部會比較有光澤感一點 應該有吧?看得出來吧?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必須要少量多次的聲 就你千萬不要有第一次就夠很多 我會生氣 然後你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就會發現剛剛有一些遮瑕膏的邊界 透過你拋光的這個動作 它跟你的肌膚更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但同時間你也會發現 它比剛剛的遮瑕度低了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這時候就準備一支比較小的刷子 然後呢 在這些有瑕疵的地方 小範圍的打磨 然後你覺得遮瑕度差不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一些定妝噴霧 你可以忽略這一步啦 因為其實不是必要 只是因為現在我臉就是真的蠻乾的 現在陽光突然出來了 真的是不知道幾個意思 好 然後我現在等這個 定妝噴霧乾了之後 基本上我的定妝就是已經完成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不是看起來好像還是皮膚很好 嗯 久遭之神沒有作弄你 然後甚至有點光澤感呢 然後轉到這邊 哈 Who are you 好 那我現在要來把我剩下的妝容完成 嗯 沒想到我捲個頭髮完 太陽又不見了 現在明明就才一點半 真的是我搞不懂 Anyways 就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上其他彩妝 然後底妝完成的樣子 其實你可以看到是非常有光澤度的 就是 是一個光澤肌感有沒有 然後看不出我原本那個很慘的 就是 秋枕的樣子 那我現在要去把剩下的彩妝都完成 對這就是我整個完妝的樣子 呃我只能說就是 power of makeup啦好不好 就是真的化妝可以改變蠻多事情的 基本的底呢 你只要打好就仿佛剛剛那些壞東西都沒有出現過一樣 但其實你知道卸掉妝他們還是在 所以我要這邊再次強調 我覺得一定會有留言說 皮膚狀況這麼差 為什麼還要化妝 呃這個是給你逼不得已 然後 對肌膚傷害最小的一個 底妝上髮 但不代表說 你皮膚這麼嚴重的時候 一定都要上妝 因為我自己也是 如果不是為了工作 譬如說拍影片什麼的 然後我的皮膚是在這麼差的一個狀況下 我也不會想要化妝 you know 就是我也不會想要拿自己的皮膚開玩笑 而且我覺得人生呢 就是一定會有很多的不得已 比如說你可能久遭大爆發 但是你明天要去參加前男友的婚禮 或者是隔天呢 是你公司的尾牙 然後老闆就規定說 如果素顏來的話就沒有獎金這樣子 畢竟世上怪人和其多 我們也不知道嘛是不是 那就希望今天影片 對你們有幫助囉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最新的消息 這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Ruben 我們要請認識我 來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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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吧 最新的位置 每項ule 我們要請你 準備 就是 感谢观看